嘻哈音乐未来何在? 成员剁手的红花会解散 新说唱收视率跌出前10 8月6日 受到红花会被被直播中砍断小拇指事件的影响 嘻哈音乐组织红花会宣布解散 红花会成立于2011年 成员Pigol 小白等在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上成名后 红花会红了 它一度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和号召性的说唱团体之一 官方做出表态过后 丑闻缠身的Pigol彻底凉凉 还连累红花会的所有歌曲下降 至今在主流音乐软件里都搜索不到红花会成员的歌曲 这次红花会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红花会成员们的丑闻 不仅是对他们自身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身为知名嘻哈音乐人 他们往往也影响着大众对于嘻哈音乐的影响